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肠的叠压那个问题 我们前两节课现在看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伙还是有点着急 急于出效果 急于上那个颜色 所以那个颜色肠就是底层的颜色肠做的不够 上面的颜色肠做的用的力气又比较大 所以这个就容易特别容易出现斑驳的那个痕迹 这是一个巴黎的比较出现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要慢慢做 一层一层做 要每个色层做够了 这个彩铅笔本身上颜色呢 它就量就不是很大 它不是很容易像那个其他媒介那种可以上颜色很丰富很厚实那种 它是要一遍一遍的叠压 所以每一层都做充分了 不要着急 那我们这个现在画牛肉果这个吧 这个课题里面也同样是这个问题 稍微涉及一点其他的问题就是上面这个斑点的制作 稍微有一点这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跟以前的课程上类似一些 这个画面里头就开始出现一些颜色层就是叠压的多一点 比如说这个左侧的牛肉果的暗部这个位置上 那绿的靠上面 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些所谓的这个印象派测材的理论 分析光源的颜色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左侧这个牛肉果往上走的话呢 就是亮着可以往暖一点画 那往下来 过了明暗交界线 往下那个位置就可以往暗点走 暗的话呢 就让它偏冷 偏蓝 绿色绿到一定程度 让它往蓝上走 那这底下就往蓝走 然后靠近桌面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种这个发的蓝绿味味的这个调子 然后左侧这个这个左侧的牛肉果靠近 右边这个果核这个位置这个部分呢 它有一点发黄的反光 它对它暗部有一定黄色的反光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到暗部里面加一点黄 在重的颜色上叠压一点黄 让它这个让它有一点黄色的反光的这个感觉 这些画的这些素描关系或者结构 我就上课给你画炒图 就是还是要理解它 按照结构上去理解它 前后左右 时需 还是考虑这些基础的素描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入色彩语言 你那个基础的东西不解决好 你色彩语言就画不起来 还是要考虑结构的东西 考虑体积 考虑空间 考虑光源的颜色 考虑交界线的颜色 考虑这个反光的颜色 环境色 都要考虑的 画的时候 那个技巧上 采迁的技巧上 实际上没有那么太多的技巧 就是要控制好手里的力度 要把手里的力度控制好了 一点点按照结构关系 一点点呈现出来 它是个慢的这个过程 说点题外话就是 咱们现在上课这个学的东西 也是这个问题 我的课都比较注重这个过程 注意这个技巧 注意经验的积累 我的课比较注意这些东西 就是你想你实现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 一个目的 你要必须有一些手段去达到它 但是这个手段它不是一天 我跟你讲完了一天你就都会了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你消化理解 需要你一个经验积累 你才慢慢能做到 所以大家伙不要着急 经常那个 大家伙就经常有这种状态 就有点着急 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急的事情 也不是说我跟你讲一堂课 你就能全都明白 你要是都能明白了 都能掌握到了 那基本上就没啥的学的了 那学的速度太快了 基本上要靠这个理解 靠这个经验积累 靠技巧上熟练 慢慢慢慢去去 靠作品的数量去累积这些东西 老师的那个讲解什么的 这都是一个引导过程 在你不同阶段 不同的作品里面 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去给你引导你去解决它 所以大家要稳住了 慢慢画 一点点画 去在这个过程中 去体会这种东西的乐趣 一点点去画它 接着说我们的牛油果 这个牛油果 从上到下的这种变化 明度上的变化 冷暖上的变化 对周围环境上的 这个反光上的这些变化 要注意观察 然后要从明度上去理解它 明度上 就是说它的明暗变化上 要去理解它一下 从空间上去理解它一下 然后这个 这张画里面 就有涉及了两个部分 就是这个牛油果 暗部的这个偏蓝的处理 还有一个牛油果 右边这个果核里面 这个红的这块的 这个色彩叠压 需要注意点 就红的这个 核的这个位置上 它亮部的这个冷暖 到逐渐向暗部的过渡 像这个 这个东西 就需要注意一下 就可以 其他的没有太难的东西 整个的这个 这个画里面 这个训练 还是 还是要大家伙 在前几堂课里的 要学会控制力度 控制这个叠压 慢慢的画手 要控制住 然后叠压的时候 也要成 可能要轻一点 然后逐渐反复的 次处多一点 让它色彩形成一个 连贯的状态 你要是用力太大 太着急 马上就出问题 画的不好的地方 画的难看的地方 颜色化脏的地方 可以用橡皮去擦 也要控制好力度 控制好那 慢慢擦 一点点擦下去 擦下去之后 然后再补回来一点点再补 没有问题 所以要稳住 一定要稳住 画这种东西要稳住 这是我从开始 就给大家 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 就不要急 它不是一个急的那种材料 要慢慢的画 它的优点也就在于这 是吧 随时拿起来 画两下 然后不想画 放在那儿 就可以放在那儿 什么时候想起来 它这个材料 就这个是灵活度 就不像油画什么的 你还要收拾 还要提前 提前准备什么的 不需要那个 但它这种好处 它的问题就是 就是慢 所以待会儿要稳住了 在所有的这个 在所有的这个 画面中的这个 体积 空间 明暗 这些事情都解决了 色彩都解决了之后 基本都解决之后 然后再开始做表面上的细节 细节是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做 最后做一点它的细节 根据它的这个 这个疏密关系 大小 方向 确定这些 这些细节上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现在 课里面 能遇到的这些问题 我就今天顺便 在这个四平里 就跟大家说讲一下 把前面两点课的这个 都总结了一下 香蕉的 就是比较单色的变化 香蕉的单色的变化一点 离的那个呢 就有一点色彩点 就是这些 这个牛油管呢 就是有两个按部交界线的色彩点 还有一个就是色彩一个渐变 它是一个弧形的半球体的 它这么一个弧形的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之后做一点细节 那这就是这个训练的目的 大家不要急着出效果 千万不要急 要先适应熟悉这种材料 这种工具 它能达到什么效果 它怎么控制 要先理解这个 才能逐渐的那个 最终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大家会一急 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那现在今天就讲到这样 然后咱们下车扣出什么问题 我再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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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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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